苗栗县议会审查113年度苗栗县总预算 县府明年增列还债利息部分遭删1000万元 以及智慧地震跨域整合平台300万元的设备费也被删减 总预算删减1300万过关 苗栗县明年度总预算在252亿8000多万元 针对113年度苗栗县总预算审查 议员宇耀东、陈光轩、曾文学、邱玉兴 都保留大会发言权提出质询 其中邱玉兴针对县府明年岁出扩边还债利息到6.3亿 提出疑虑建议删除1000万 明年度我们的利率应该会维持在今年1.857 1.857的利率的部分 所以原则上财政处多编的利息的部分是1亿3 从去年今年的5亿增加到明年的6亿3 所以后来小组审查的部分就决议通过删除1000万 现场感谢全体议员支持县政推展 县府团队会全力以赴把钱用在刀口上 这个三的就三了 但是我们实际上预算的编列真的是非常的 这个按照实际情况来编列 那当然议员在辩论的部分 我觉得他们发表意见我们也可以尊重 但是我一定会把钱花在刀口上 那会按照这个议会给我们决议的金额 我们来做最好的施政 经删除调整苗栗县113年度总预算 以252亿8千多万过关 比起邻近新竹县市300多亿的预算还低 县府团队也强调量入为初 全力争取中央补助县政推展